好 然后看第三场赛事 第三场是长途 四班的2200米 大二门马 上次都是赢2000米 即是运财复升 开飞3.1倍,各园军队是2.9倍 之后再下一些,下到2.3倍 其他有飞的马 都是大骑士的马匹 莫雷拉这场骑士漂亮 4.5倍开飞,各园军队好分了4.9倍 之后再下飞,下到3.8倍 韦达这场骑士 飞长升,开飞4.9倍 之后一路回到上去6.2倍 开跑 其他马匹方面,跑长途轻绑一点 马来点,森柳铃西开飞14倍 开跑回到上去17倍 跑完最短途就跑最长途 四班2200米 出马12匹 一这半的时候出得快一点 中档骑出来先的故事 运财复升都快的 麦兰那边今天美丁出集都不错的 不在太后的,因为外档走过来 你看看那些财宽少 在外档上骑过来 不过一摄就摄着百年宽在中间 海洋活力,贴着蓝万能之功 美橙跟回到中间位置 手机王跟着他 贴着蓝还有飞长升 再跟着他才见到心有灵犀 王龙宝区,包里暂时是胜风 第一次进来直路的时候,故事带着头 外档上骑上来是财宽少 手机王跟着运财复升 中间捉住百年宽,贴着蓝 运财复升,搜到一个漂亮位置 过几马位之后,海洋活力 拍出来当万能之功,然后手机王 三叠,拍着美橙 再跟着飞长升,王龙宝区 尾仪是心有灵犀,包里仲是胜风 第一次过去终点的时候,形势没有大变 带头型都是故事和财宽少 首次第三位贴着蓝运财复升 百年宽都在运财复升的旁边 过几马位之后,还有海洋活力 贴着蓝运财复升的手机王 找不到地方躲,人家一呸呸呸 只会突出外叠,趕快走到前面 然后还有飞长升,和美橙一齐 再跟着,才见到王龙宝区 心有灵犀,包里仲是胜风 还有1000米屠程 前面带头就是故事 手机王躲不到之下,在外档 不如走前一点,但今晚这样跑 没什么好处,所以第三位在中档 财宽少,他也没好处 过几马位之后,运财复升 这位置也没错了,在他旁边有百年宽 美橙,莫雷拉在这里走 然后海洋活力 内档的万能之功 接着就王龙宝区在外档都骑 美橙的条路上,尾衣三反而留意位 但未骑,飞长升,尾衣内档 心有灵犀,包里在外档 骑上那些,这时候胜风也有 转弯的时候,前面美橙 先骑出来,故事顶不住 中间财宽少,手机王 刀退,走出外档,百年宽 都没有多少,反而一处处 中间有胜风,走来难上 运财复升,留意内侧还有心有灵犀 入队直路的时候,前面美橙出头 故事顶不住,内档摄上来 运财复升,打乱不多 外档这时候走上来胜风 内档摄上来,轻绑心有灵犀 到了百年宽,前面胜风出头 才过美橙,但内档心有灵犀 外档飞长升,一起冲上来,三分马 拍着走的时候,胜风看白赢,不是 心有灵犀过了,过了第一名心有灵犀 第二名胜风,第三名飞长升,第四名 很刺激了,这三尺 如果是你们的范围,恭喜大家 哎呀,拍好这个 和苏维言这个胜风 去到这里还以为可以 哎呀,最后那一部没有了 想不到最后 那几部三零星 是赢到他半个身位 是的,即是说,可能三零星 冲得厉害,而且胜风都差不多 用了很多力停 差15磅 是的,因为呢 而且,你看看今场的三甲马 在尾的三分里 为什么呢?好热 前面快 快到吓死你 这些这样的时间 你不能算的了 如果你预算赛前 你是赛前,你说又怎样算 大家都会拖慢 那落山又会变化 不要这样想了 落山有变化,不过前段已经快了 一两只,一两件 是叫如鱼鱼鱼 反而你看到 包尾那三只 那三只 那四只 其中那三只 就回来了 是的 正性色色 是一个捕捉的受惠 快捕捉受惠 那你没办法 譬如 你选择了那些前领 那你看到 故事 你看,头段 十四,一九,第二段 22秒容易 好热啊 这样一只 都没有啊 迫多一只上来 二十四个八九 那你都心知了 你玩惯马仔 你看到这些长途 他也都 不是一只正宗的长途马 那我们解释吧 首先不要理他 他都已经是本身五班仔 是不是最失望 就是那只运财复星呢 有根有据的 叫做长途 刚刚都是赢过的沙田 你说 由沙田赢完 回到尼巴马地 是不是叫做赚级数啊 可以说得通 这些位置漂亮 没什么错的 他今天没错的 跑马地 跑下去没有 跑下去没有 靚产又怎样呢 靚产每逢 在这一段 这一段里面 当他一用力的话 他就会 用早了力 那你说他会不会错呢 当然他不会说 莫雷拉错 人家跑一次 都已经入了位置了 那你的能力 就是能力的问题 不是那样的 你看看杨明伦 如果你沿途 你跑惯马 你心中一手 哇 这么快发达了 而且入到直路 还被运财复星 夹一夹他 没所谓 你有什么气 你没气 你就挡不了 他比你更绑的 哇 这两步这样过了 看着胜峰 好像就到终点了 就挂一点 那步嵺都捱不到 你想想一下 爆尾那三个五个马 就脱了 前面真是快 头段14秒 19 第22秒 62 24秒 89 第4段25秒 52 第5段25秒 02 末段24秒86 总时间2分17秒1 这场我们刚才看着这些 后上马匹 其中有一匹马 他都后上有些走势 不过騎士 好像在直路拿位 有点心急 应该可能在那里罚了 听下董事怎样说 第三场 蘇迪雄 因为骑士万能之公 不小心拆其他 罚了亭赛 事然他转入直路 没多久 大约250米处 他就在故事后面 移出来 不小心阻止海洋活力 他那里都承认了不小心拆其 罚了三天停赛 他的停赛日期 就会即时执行 因此他的停赛日期 就是3月1号、4号和8号这三天 他那里一叫出来那一刻 就有点心急 其实未是很够位的 硬硬来的 有点 你也看到刚才那里 就是海洋活力的避开 接着他都碰到 已经撞到马 另外这场 其实 习哥刚刚才说 都是几只在 早段居后的马派走上来 最先就是看勢最厉害 最初觉得最厉害的聖锋 其实非常深 要看伟大的意识 他都很想很积极 不过就无奈 他想出来 由内南亚出来二叠的时候 就被那只黄龙堡区封了 那变成了聖锋更厚 反而聖锋可以先出来 非常深的重要 再厚一点才可以发力 如果不是 那里不是有黄龙堡区 那里套他进去 不让他出来煮 应该非常深 跟聖锋 那个距离可以再拉起 如果是 即是非常深 有机会争胜了 因为现在聖锋 都是输了 但现在非常深 有没有说出集缓慢呢 没有错误报告 所以未知 我觉得他这次出集缓慢 变得好像错误错误 如果不出集缓慢跟上去 可能就中招了 但没办法 今晚阿柏宝那些气场也比较 所以他法力挪位可能也比较 偉达的气场也比较 挪位又比较 好像疾疾的 好了 不如我们先停一停 我们不是疾 休息一会再说 再见